观众问答 你好 我是老胡 不是胡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频道 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老胡我也想做自媒体 我喜欢美食 我喜欢戒边访谈 我喜欢书评 我喜欢历史题材的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这种问题我以前怎么回答 我都会把我知道的各种各样的套路 全都告诉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是这样子做的 做的不错的成绩 那个人是那样子做的 另外一个人又是这样子做的 我就会不厌其烦的这样子讲 最后我发现了 这种讲毫无效果 因为当一个人问出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证明他还不在状态 所以呢 我现在对这样子问题的标准回答是什么 你有这个兴趣 想做这个内容可以 非常棒 请你做个一两期给我看看 我告诉你 我绝不是推托之词 因为我发现了 但凡一个人停留在嘴边讲 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想做的时候 第二天第三天 说不定他就完全对昨天讲的东西毫无感了 晚上想向前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但凡能过这个坎的人 他说我对这个感兴趣 然后去折腾 拍出一两期视频这种人 我一定会用心的给他去分析这两期视频 因为从这个视频里头 我能感觉到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他对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感兴趣 他对这个题材的掌握的程度 他表现的方式 对镜头的这种感觉 有的人非常羞涩 但是你能看到他有潜力 他其实很快就能过这个坎的 有的人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但是我可能会建议他讲 你最好别出镜了 反而会影响这个节目的观看的效果 所以每个人具体不一样 他说的东西和他做的东西还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就要讲了 任何一个人的点评 包括我的或者其他的人 对你的点评其实都不重要 最后你这个东西适合如何去做 怎么样才能做得出来 一定是你的观念和你看到的东西 和你愿意听到的信 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你心里不拧巴 你才能够朝前走 别人说再多都没有用 就像美食这个节目的做法一样 我做了超多的这个案例分析 有很多人都跟我讲 我是厨师出身的 我太太喜欢做这个美食 我们喜欢便利游便利美食 各种套路都有 但是你知道吗 半年了 这个跟我讨论这些话题的人 一期节目都没有出来 所以与其我像以前那样子的 不厌其烦的跟他讲 方案一方二方案三的 还不如讲你先回去做个几期 有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我会讲 你先做个十期 我告诉你这些人自动就打退堂股 不是我嫌麻烦 不是我不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完全是我知道 你自己要过这个考验这个关 你过了这一关 你能拿出东西来的时候 就能快速的前进 我们群里头已经有好几个这样子的例子 看起来好像最开始是笨笨的 但是他扎扎设施一步步做 很快就起来了 其实不是那么太难的 很多困难在这个心理层面 不是在技术层面 并不是讲要有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这样一个脚本 或者是最利索的舌头 全都不重要 其实做事讲究你做的事情 和你做的人这种统一 对于你来讲是某种形式 对于另外来讲是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不要在技术层面上面去教条 包括出镜这个东西 我也不会讲 完全讲这些人非得出镜 所以你就不要问那么傻傻的问题 老胡现在PPT还能活吗 PPT现在能活 将来永远都能活 PPT是个伟大的教学工具 怎么不能活呢 道理非常简单 你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傻的问题呢 因为你自己对自己 没有足够的了解 对自己不够信心 我还是在节目的最后强调 如果没有看过我 饭店理论那次节目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 链接就在这个视频的底下 好了 我期待你下一个的问题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 回答 再见